网球选手梁恩硕人小志气高 当时才15岁左右已有实业水准 这回在奥网又拿下女单冠军 一举成名甚至小英总统还亲自贺点 这两个礼拜下来很不可思议啊 连续拿了两周的单打冠军 是没有在意料之中 其实梁恩硕从四岁开始学钢琴 但妈妈希望透过运动减肥挑上网球 没想到越打越好 六岁半比赛就获得四位被学童赛冠军 但各自小外界不看好 这回成为青少年球后打破纪录 包括王思廷在1990年美网 1991年奥网 谢淑薇2001年奥网 詹永兰2006年的发网 缔造前四强障碍被梁恩硕改写 背后爸妈支持是最大关键 就在我如果做得比较不好的时候 还会在旁边 推着我向前 给我正面的影响 都是到处赔着征战 就是每一站 然后每一赛事的规划 都是由他妈妈在负责 所以目前主教练 在这赛事规划上财务计划 以及训练计划的安排 全部都是妈妈在主导 不仅良恩说在京另一名网球国手 曾俊欣也在奥网大放异彩 就只有问爸爸说 俊欣表现得好吗 然后他就说 其实表现得真的蛮不错 曾俊欣被外界昵称夜市小球王 就是因为他的妈妈 在乐华夜市卖糖葫芦 每天下午四点钟 推着摊车摆摊 一个一个慢慢串 因为这些都是支持曾俊欣 出国打球的经济来源 我就说可是很辛苦 他说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一直支持他到现在 曾俊欣六岁开始打球 爸爸是网球启蒙教练 即使一路上辛苦 曾俊欣依旧不放弃 2013年曾在欧洲最高级网球赛 拿下冠军 今年澳王收下亚军 即使跟冠军擦身而过 但年纪轻就还有本钱再拼 再为台湾震光 TV新闻中 云险平台北报道